不管这些最成功的好莱坞电影多么努力尝试 他们还是会不可避免的在某些地方出错 不需要天才就能发现一个简单的连续性错误 或不应该出现的错误 但接下来会展示一些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能注意到的电影错误 《神奇女侠》 DC《神奇女侠》系列的第一部 由盖尔·加多主演 在2017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尽管反响热烈 但当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林弹雨中时 这部电影里的一些细微的声音小瑕疵 也会被人们发现 即使是超级英雄 也会在屏幕上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我们很早就在《神奇女侠》中看到了这一幕 丹娜·普林斯 尴尬地与赤身裸体的史蒂夫·特雷夫面对面 后者后来成为了他信任的伙伴 当史蒂夫从一个可以享受高档水疗的天然地下泳池里出来时 他终于决定重新穿上他的装备 有一个小错误 被大多数电影观众忽略了 当他拉起裤子时 可以听到拉链的声音 你会问 错在哪里? 实际上 裤子上的拉链 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被发明出来 就算在电影发生的时期 拉链已经诞生了 史蒂夫·特雷夫也不应该能使用拉链 拉链最早是在美国军装上使用的 而史蒂夫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间谍 所以他的扣子肯定还是扭扣 苏格兰玛丽女王 萨伊尔·罗南和玛格特·罗比 在2018年将历史偶像伊丽莎白一世 和玛丽·斯图亚特 活灵活现地演绎了出来 但这对恩怨表情的现实 与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略有不同 这部电影营造了巨大的紧张气氛 在这一幕中 两人最终相遇 并将彼此视为在男性统治世界中的强大独立女性 这可能是电影中一个特别伤感的时刻 但有一个小问题 玛丽和伊丽莎白实际上从未见过面 尽管他们有足够的书信往来和见面机会 但在1586年 伊丽莎白残忍的触觉表面之前 他们从未见过面 事实上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 如果他们在现实中说出真相 伊丽莎白可能会对玛丽的悲剧结局 有不同的看法 玛丽也被描绘成有很重的苏格兰口音 因为她是苏格兰的女王 对吧 事实上 玛丽在18岁之前 一直住在法国 所以她几乎肯定会有法国口音 而不是在一到苏格兰土地上 就突然采用母语 尽管如此 还是要向罗南和罗比致敬 他们为历史上最棘手的两位女性 伸张了正义 蜘蛛侠 英雄归来 满威电影宇宙几乎没有现实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像斯塔腾倒杜伦 被戏剧性的切成两半这样的事情 不应该遵守基本的物理定律 在蜘蛛侠归来的这个场景中 这艘船被其他瑞人的先进武器切成两半 下半部分开始进水时 船停了下来 值得庆幸的是 蜘蛛侠用它的珠网将碎片固定在一起 直到托尼斯塔克出现 及时将所有碎片焊接在一起 物理爱好者们猜测 如果这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将会发生什么 而令人沮丧的事实是 电影中对斯塔顿倒杜伦分裂的快速解决方案 并不完全成立 首先 这艘船的动量意味着它可能不会马上停下来 至少有一半的发动机还在运转 可能会加速前进 更重要的是 托尼的努力只会成功的密封船内的水 而所有额外的焊接金属会使它更重 即使及时修复 杜伦也可能会在英雄们救下乘客之前沉默 所以至少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不应该找谁 速度与激情 说到违背物理学 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最牵强的电影系列之一 速度与激情 在该系列的第八部2017年同名的速度与激情中 似乎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在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中 查理兹赛龙饰演的Cypher 驾驶着一艘破冰的核潜艇 以惊人的速度追着他们的车辆 这看起来很史诗 但只有最了解情况的观众才知道 这艘被称为阿库拉级的潜艇 据报道 最高速度为25至35节 也就是每小时32至40英里 更糟糕的是 这是水下航行的速度 据报道 它的最大水面速度只有每小时11至13英里 这绝对不足以赶上一辆高速行驶的兰博基尼 如果这还不够荒谬 Cypher就以DOM为目标 发射了一枚寻热导弹 而DOM不知何故抛得更快 即使是范迪塞尔也无法实现这一壮举 因为最慢的导弹 仍然以2.5马赫的速度飞行 相当于每小时1900多英里 一定程度上 这比高速子弹还要快 然而多米尼克还能在这种情况下 驾驶在危险的兵面上 并且毫发无伤地逃生 这真是太了不起了 如果你要拍一部关于某人生活的传记片 最好先把所有的事实都弄清楚 2018年大日的波西米亚狂想曲 主要讲述弗雷迪 莫秋莉的故事 但任何真正的皇后乐队粉丝都会告诉你 她也不完美 以这首胖女孩为例 在电影中 乐队在1974年的第一次美国巡演中演唱了这首歌 但实际上这首歌直到4年后的1978年10月才发行 也就是在 《波西米亚狂想曲》录制后很久 你可能还记得在电影里1985年 乐队在他们标志性的现场援助表演之前 就戏剧性的解散了 但这与事实相去甚远 虽然他们在1983年短暂休整 专注于其他项目 但乐队从未正式解散 事实上 他们甚至在此期间录制了第11张专辑 《The Works》 在温布丽的一场演出中 莫秋莉谈到了可能解散的传言 她说了这件事 估计是我们会分析 你觉得什么呢? 他们从这里谈到 看来那部电影 确实是从你的那个地方聊起来的 被解救的江哥 昆廷·塔伦蒂诺 是电影界最受尊敬的电影人之一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就不会时不时的犯一些奇怪的错误 他的西方修正主义大片 《被解救的江哥》 讲述了一个被解放的奴隶来当异警的故事 除了一个有趣的时尚选择外 他与1858年的德克萨斯州背景 保持着相当的真实性 在电影的某些场景中 可以看到杰米·福克斯 饰演的江哥 带着一副时髦的太阳镜 在炎热的种下 这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但不幸的是 江哥不可能拥有这样一个有用的东西 虽然在12世纪的中国 就已经存在早期的太阳镜了 但直到1929年 萨姆·福斯特才开始大规模生产太阳镜 也就是电影设定的时间后 整整71年 太阳镜才进入美国 除非江哥以某种方式穿越到了未来 否则他肯定会像其他人一样 挡挡耀眼的太阳光 天幕杀鸡 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 充满了不可能 但你会期望 最近的几部电影 在事实核查方面更加严格一点 尤其是在涉及实际科学的时候 几十年来 间谍电影中一直使用氢化物 据称无数间谍 在假牙中储存了致命的氢化物药片 当它们成为人质的情况下 可以咬下这些药片 这些自杀药 确实有一些科学依据 因为氢化物可以在2-5分钟内杀死人 但有一个例外是违反了规则的 天幕杀鸡 在2012年的邦德电影中 邪恶的主谋哈维尔·巴登解释说 他咬下了一个氢化氢胶囊 这没有杀死他 但融化了他的下巴 毁了他的脸 科学专家戴博拉·布鲁姆解释说 这根本说不通 首先众所周知 氢化氢是一种致命气体 而不是腐蚀性液体 当以液体形式存在时 这类氢化物通常被称为 普鲁氏酸或氢氢酸 其酸度实际上低于柠檬酸 换句话说 它的酸性会比柠檬汁低 而事实上 没人会认为柠檬汁可以融化人的脸 这么说的话 我都没法想象 如果巴登喝了一杯可乐 会发生什么恐怖现象了 独立日 独立日是最具代表性的 外星人入侵电影之一 但任何对计算机编程 有基本了解的人 都能意识到 它戏剧性的结局 几乎是无计之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杰夫·格德布鲁姆 实验的角色 大卫·莱文森 突然灵光一现 他决定编写一个漂亮的 不起眼的小病毒 然后将其上传到 外星计算机系统 在几个小时内 就摧毁了母舰 简单 是吧 事实上没有 根据精通技术的评论家的说法 这个拯救人类的总体规划 不仅愚蠢 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是因为计算机病毒 是为特定的操作系统编写的 Windows病毒是使用Windows编写的 影响Mac的病毒 是使用Mac编写的 等等 假设外星飞船使用的技术 已经超过人类 大约200年 或更长时间 莱文森似乎不太可能 制造出一种 能够破坏 完全未知的 操作系统的病毒 特别是考虑到 他使用的是 苹果PowerBook 这根本不是计算机处理的高度 勇敢的心 这可能是历史上 最著名的电影之一 但一些人会说 奥斯卡获奖影片 勇敢的心 实际上错的比对的多 你会记得看到 一位蓝脸的梅尔吉布森 穿着方格尼短裙 但这种标志性的服装 既不像过去的 也不像未来的 而不是中于真实的 昂格鲁苏格兰战争 尽管族人在战场上 脸涂蓝色颜料 看起来确实令人恐惧 但历史学家指出 这一团统 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被抛弃了 使用瓦德面漆 被认为是前罗马时期 凯尔特人和皮克特人的习惯 而不是中世纪苏格兰人的习惯 更重要的是 故事发生在13世纪晚期 但直到16世纪 方格尼群才被发明出来 使得这种不寻常的时尚选择 延续了300年 像威廉华莱士这样的族人 在战斗中会穿一种叫 莱恩·克罗维奇的衣服 如果你足够富有 这件黄色上衣 就会被染成脏红花色 如果你是农民 就会被染成尿色 所以也许吉普森 还是逃过了一劫 地心引力 阿芳索·库隆 2013年的太空史诗 地心引力 在大多数方面都做得很好 除了一点 他可能对该电影的 实际标题的概念 没有理解得很透彻 电影中最紧张的一幕 桑德拉·布洛克和乔治·克鲁尼 饰演的角色 暂时被束缚在他们的飞船上 只差一步 就要漂流到无尽的太空中 正是因为这个错误 才有了根本的缺陷 没错 剧透一下 克鲁尼本不必死的 天文学家兼科学传播者 菲尔·普莱特解释说 引力在太空中的作用 与在地球上的作用不同 所以拯救克鲁尼 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温柔的拖拽 当布洛克抓住克鲁尼时 他们都是静止的 并且有相同的角动量 这意味着重力 根本没有把他拉开 没有力再起作用 也没有重量要承受 但他莫名其妙地坚持 他无论如何都要让他走 只要在几秒钟里 施加一盎司的力量 就足以让克鲁尼穿过布洛克 抓住绳子 相反 他松开了自己 被某种无形的力量 抛回了太空 对有史以来 最糟糕的宇航员 说再见 泰坦尼克号 詹姆斯·卡梅隆在导演方面 是一个真正的完美主义者 那么他的划时代的悲剧爱情电影 泰坦尼克号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这部电影改编自1912年 泰坦尼克号沉默的真实世界 并添加了一些艺术色彩 但直言不讳的天体物理学家 尼尔·德格拉斯·泰森 发现了一个可以说是吹毛求疵的错误 根据卡梅隆的说法 德格拉斯·泰森给导演发了许多尖刻的电子邮件 声称他未能在电影中最具标志性的场景之一中 描绘出历史上准确的夜空 没错 当罗斯躺在那里 瑟瑟发抖 凝视着头顶上的星星时 他实际上没有看到正确的星空 你能想象吗 根据德格拉斯·泰森的说法 卡梅隆使用的天空场的左侧部分 也只是右侧的镜像 经过几次面对面的接触 卡梅隆向这位天体物理学家提出挑战 要他教一份准确的渲染图 显示1912年4月15日晚上凌晨4点20分左右的天空 德格拉斯·泰森欣然应允 原本的夜空在2012年3D重新发布时被替换 我很高兴 这一切都尘埃落定 你聪明到能注意到这些电影中的错误吗 还有哪些我应该知道的大荧幕上的错误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 感谢收看